你知道吗 你以为的发达国家并不是现在才发达的 而是很久就发达了 这是1913年的纽约第五大道 街上车辆穿梁布希高楼大厦领域 路上跑的是最新的自车 人们穿西装打理呆 而且这个时候 美国就已经有火车了 这时的中国青少俗才灭亡 处于民国两年 当时的百姓还生出于水深火热中 每天为生机发愁 让人不得不感叹 这简直就是两个天地 你认为现在的视频聊天很高科技吗 其实美国早在1956年时 就已经实现了视频电话 在拿起听筒时 摄像机就会开始工作 对方接通电话后 对方就会出现在下方的镜头中 画面中有说有笑 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这是1900年的法国巴黎 人们就穿越跨江连行天桥 悠闲地在钓游玩乐 这是1889年建成的埃菲尔铁塔 人们坐着轮船观赏的这些建筑 就犹如漫画中的城堡一样 而早在拿破仑三世时 户外咖啡馆和小餐厅就大规模涌现 开始长久地影响 塑造巴黎人的文化生物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两次世界大战都属于工业强迫的德国 德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 到1913年一战爆发前夕 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增长4.7倍 其中生产资料上升了3倍 消费品生产上升了3倍 城市化水平达到65% 经济堆磨占全球的气氛之一 这是德国1900年建造的 玄冠式单轨铁路 是世界上第一辆 采用这种独特设计的电车 你以为我们现在的高铁很发达吗 早在1931年 德国就有高铁了 当时的高铁时速 达到了200公里每小时 是世界上试验高速列车最早的国家 1908年 德国的汽车厂已达到53家 年产量达到2万辆 一般家庭都可以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出行 到二战爆发前 像我们熟悉的奔驰 奥迪 大众等汽车公司 均已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 1938年 德国人汉纳赖骑驾驶双旋一直升机 在柏林体育场试飞成功 这是世界上第一架试飞成功的直升机 而之所以德国这样发达 都离不开先进的教育理念 早在一战前 德国的学龄前 儿童入学率就达到百分百 在德国先进的教育背景下 涌现出一批具有开创性的科学家 如发现无线电的赫兹 发现了X光的文情等 其实一百年前的德国 看起来很像今天的中国 从普法战争到一战 使用了四十余年 就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 亦有四十多年 从就有目共睹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望自飞多